湘美和山王的比赛即将开始 双方都正在赛前热声 湘美的板凳深度虽然浅 但气势还是有的 这家伙喊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表情都扭曲到了极致 如此高昂的斗志 也是引起了场外观众的注意 再次表扬一句 做得不错 要的就是这个状态 然而板凳们并不是这么想的 大声喊几下的话 就被周围压力压得凑不过气 也确实是 之前遇到的强队 也就是祥阳 陵南 还有海南 再加一个风雨 而现在要打的是最强的山王 有压力也是正常的 山王的球员回头看了几人一眼 三小只又被震慑住了 没关系 继续喊 只要我们声音大 就没什么能吓住我们 像美武虎就淡定多了 尤其是中间这两个 工程想着我有优势 三斤想着他们都会对我有所顾虑 这可都是老爹的功劳 凭借多年的嘴顿 让二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但小一似乎还是有点不乐意 我这么一个要面的人 你们却只给山王加油 不能忍 木木看一幕不怎么高兴 赶紧安慰道 你不用太在意对方 虽然满场的呼声 听起来好像他们很强似的 但下一秒 木木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确实很强 一幕不理会木木 走到了山王这边 木木懵了 这是要干嘛 直接一幕把球传给了山王的球员 迅速就跑了起来 这把山王的球员也给整不会了 一幕大喝一声传球 破于一幕霸王色沙气 小伙子吓得赶紧把球丢给一幕 一幕拿到球直接就跳了起来 上次从罚球线起跳 还差那么一点 这次也不从那么远跳了 我哭 一技超帅的灌篮 灌进了山王的篮筐 这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怎么突然跑到对面灌了一球 咱小英也是够快的 灌完了还要在篮筐上挂一会儿 生怕别人不知道这球是他灌的 鹰姆军团就很开心了 是咱小英又被他装到了 鹰姆落地后 场外的观众封成了两波 左边是各种埋怨的话语 右边则是不停地夸赞 身体大的唐泽也是不禁得点评一句 从业几十年 说什么 鹰姆捡起球丢了回去 嘴里还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 我只不过是打个招呼而已 不得不说 鹰姆装的是越来越有深度了 上次只装了一半 这次是装完整了 三井工程一看 尿啊 早知道我们也来一下了 鹰姆给二人衍生示意 二人立刻拍手回忆 三人齐刷的战成一排 露出贼有力量的作弊 我们可是不好惹的 隔天这会儿满脸都卸着高兴 而三人装完就走 不给他们反对的机会 隔天还是过意不去 不行 怎么都得装回来 叫着泽北 也去跟对面打个招呼 说吧 就把球扔向了湘北这边 泽北立刻会议瞬间启动 冲着湘北就冲了过去 速度还是蛮快的 眨眼间就来到了鹰姆城前 高高月奇 准备给山王拿回点面子 但就在眼看 要把球灌进去的时候 突然又飞来俩 泽北一惊是灌了个寂寞 还把自己给摊开了 谁呀 看把孩子疼的 又哭了 什么刘川芬动作都懒得 收回去 就是我俩 你能咋 我们虽然不装 但也绝不允许别人 在我们面前装13 反正们都无语了 你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热身结束 比赛即将开始 双方换好队服 来到了赛场中间 接下来就是 相伟称霸全国的最大挑战